到九月底,乌军攻克罗布纪念也差不多一个月,有意思的是,在这么长的时间里,这个集中了乌军一半以上主力部队的作战方向,似乎沉寂了,相关消息远不如前段时间火热,以至于舆论焦点都重新转移到了巴赫木特。 事实上乌军对罗布纪念以南的新普罗克皮夫卡,以东的维尔伯为始终在渗透和进攻,只是并没有足够大的进展而已。 乌军为何要在这里坚持进攻?第一是因为北约的要求,第二这里也确实是相当最容易取得进展的方向。 乌军占领罗布纪念后,距离托克马克只剩下约23公里的距离,而且得到了海拔约120米的地形,理论上对海拔30米多的托克马克形成高度优势。 乌军炮兵只要敢忽视俄军无人机的威胁,就可以对托克马克形成不可忽视的远程火力威胁。 9月初,乌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,终于攻占罗布纪念全部,将俄军驱赶至更难的新普罗克皮夫卡。 按照正常作战推进,乌军应该立即向这个村子进攻,但从乌军随后的动态来看, 仅仅对新普罗克皮夫卡发起了有限的小规模袭扰和试探, 两万乌军主力实际上已经把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维尔伯为,原因也很简单。 乌军总参谋部应该是意识到,继续向南推进有孤军深入的威胁, 故而试图先拉平突出步,保证战线的安全,避免禁住罗布纪念的乌军。 被新调来的俄军空降兵部队一个冲锋就完全包围,乌军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。 公开情报显示,俄军在罗布纪念附近的部队有相当规模的轮换, 最近一直负责在罗布纪念,抵抗乌军进攻的俄军,第42警卫摩布式位置有了变化,开始稍稍靠后, 毕竟42时的70、71和291摩布团连续作战好几个月,也该有休息的时间。 格鲁乌只属第22和第45特中旅,分别在东西两侧接手42时的阵地,同时原来在科帕尼和里夫尼部署的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, 以向南撤退到哈尔克为一线,应该是这支从下出就在抵御乌军进攻的禁旅,也被换下去修整。 接手阵地的是俄军大名鼎鼎的精锐,第76空都市的234团和237团,在维尔伯维一线的俄军部队没有太大变动, 可能是防守的第七空降师,来到库班以南的时间不算长,也可能是乌军这几十天以来攻势一直没有减弱, 让第七空降师无法从战线上安全撤离,俄军把部队轮换修整,乌军就有些悲催了, 截至目前,在罗伯纪涅周边作战的还是那几支部队,强大到不可思议的第82孔突吕负责主攻, 第47机步吕在西侧与俄军第76孔突是对峙,第46孔突吕和第118机步吕在罗伯纪涅的东南方向, 推测是企图从左翼对维尔伯维造成威胁,另外之前也部署在这里的第33、65、116和117机步吕, 以及第71列兵旅等部队也在靠北一些的位置,至少从公开消息看,是没有成建制的乌军得到修整, 这是个不小的问题,部队长期作战,即使伤亡不大,也是对士兵体力、精力和心理的巨大考验, 如果条件允许,必须让部队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后方休整,补充新兵、装备和弹药, 但乌军显然没有这个条件,乌国内已动员十几轮,连精神病人都被纳入征兵范围, 又哪里有机会让这些老兵退下一线,因为被俄军无人机和穿越机机毁的装甲载具过多, 为了降低损耗,乌军需要更多的步兵,执行渗透突击战术, 隔一想见,让没有丝毫掩蔽的步兵, 徒步进攻俄军设施完善的永备攻势和战壕,结果会是什么样, 但只要俄军继续坚守不反攻,乌军就只能继续向俄军防线进攻, 虽说战果不是没有,比如乌军在过去一个月间, 确实扩大了在罗伯纪涅周边的控制范围, 但这种战斗模式必然不会持续太久, 除此之外,俄军在前线增兵的同时, 还在不断袭击位于罗伯纪涅突出部以北的乌军部级线, 大量乌军装甲纵队和后勤部级车队, 在多条公路上遭到大规模截杀, 一时间,俄军在乌军必经置地, 炸出多条死亡公路, 乌克兰军队美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痛代价, 照此看来,之前有一种为乌军找补的说法, 鸡蛋壳理论就不是很成立了, 这个说法认为乌军之所以打得吃力, 是因为俄军把主要兵力、装备和资源都集中在防线前沿, 只要乌军能打穿第一道防线, 突破俄军后方的防御就是砍瓜切菜, 现在也很明显了, 俄军能调动的兵力和资源都远远超过乌克兰和北约的预料, 所以集中众多主力也无法突破不足为奇, 更让乌军总参谋不紧张的是, 如今在罗伯纪念与乌军对阵的皆为俄军精锐部队, 无论空降兵还是特种兵, 都是乌军缺乏训练的部队所难以匹敌的, 一旦这些俄军精锐中的精锐, 趁乌军进攻乏力发起反攻, 乌克兰恐怕就会知道投机不成十把你是什么滋味了, 现在看来, 无论乌克兰政府和军方, 还是西方媒体和智库们, 都低估了大约一周前, 乌军在白天出动11架苏24, 以巡航导弹袭袭击塞瓦斯托波尔这件事, 对俄罗斯究竟是何等严重的刺激, 结束袭击后第二天夜里, 被怀疑是乌军苏24出发基地的波尔塔瓦州克列缅秋格机场, 就遭到俄军出动战略轰炸击, 发射隐身巡航导弹攻击的猛烈报复, 据称空袭持续了至少24小时, 空袭行动当天, 俄罗斯空天军陆军导弹部队, 还攻击了乌克兰境内纵深多处军事目标, 除去克列缅秋格机场之外, 位于扎波罗勒、 哈尔科夫、 奥德萨、 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, 包括海军军港和军用机场在内的三处后方基地, 被移为平地, 本来这是一次俄乌冲突中很常见的导弹吸尘站, 熟料还有后续, 9月25日夜间, 位于尼古拉耶夫州的库尔巴基诺军用机场也遭到空袭, 这里被俄军怀疑是装备了苏24的, 乌军第299战术航空旅部署基地, 初步证实至少一架苏24毁于空袭, 有无法证实的消息称, 还有一架米格29战斗机被击毁, 有当地乌克兰人拍摄到机场遇袭后, 腾起几乎照亮天空的火光, 库尔巴基诺机场是乌克兰南部最大的军用机场, 不仅有了乌克兰空军自己的飞机, 一些从北约买来的无人机也被部署在这里, 另有消息称, 其实这个机场还有乌军苏25攻击机, 用来随时为乌克兰陆军提供空中支援, 所以综合看来, 库尔巴基诺机场确实值得俄军花大本钱空袭, 使其去军事化, 只是关于损失数字, 还没有具体消息, 但从这么大的伙势来看, 至少是油库或加油设备被点燃, 而且俄军既然来空袭, 肯定是侦查清楚了, 这个机场的油库、弹药库和机保位置, 所以即使乌克兰官方至今不公布库尔巴基诺机场的损失情况, 也可以猜到乌军的损失, 应该不止一架苏24和一架米格29, 另外俄军发起空袭的方式和手段是什么也很重要, 尽管有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, 乌军击落了9架俄军无人机中的6架, 但从网上出现的袭击视频来看, 俄军绝不止出动了无人机, 大概率还是无人机加导弹的混合打击模式, 毕竟又不是没有, 相比起来还是这种花样多点的办法能确保毁伤效果, 不过有一个关键, 不知道乌克兰军方和北约有没有注意到, 那就是俄军无人机飞得越来越远, 已经可以深入到乌克兰中部发起攻击了, 这可是以前几乎见不到的, 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, 乌克兰西部的机场被俄军无人机乍翻只是时间问题, 所以前段时间普京说已准备好长期战争, 还真不是说说而已, 如果足够明智, 西方应该早一点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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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